英机18导弹发射和命中目标近日,央视媒体公布了一段解放军反舰导弹命中目标的视频。 在视频中我们能看到,解放军军舰用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反舰导弹,并以及低的高度从海面高速掠过,直接命中了把船。 从当前公开的资料上看,央视视频里的这枚导弹,应该是解放军海军,著名的英机18反舰导弹。 英机18反舰导弹发射英机18反舰导弹,是解放军海军第一款,能够用垂直发射系统发射的反舰导弹,也是解放军第一款射程超过500千米的舰对舰导弹。 英机18采用了亚超结合的攻击模式,即巡航段以亚因素绿海巡航,到达预定海域之后上空开启雷达捕捉目标,锁定目标之后随即以超音速绿海飞行的模式攻击抵减。 据说,英机18反舰导弹,在超音速冲刺段的急速达到司马赫以上。 此外,在央视的视频里,我们还能看到,英机18导弹六海飞行,的高度不超过10米。 这意味着,即使是美军的宙斯敦区逐渐,对英机18的发现距离也只有30公里。 此时的英机18已经处于超音速冲刺阶段,速度已经达到司马赫以上,以美国海军当前和可预见未来的反导拦截能力,是不可能挡住30公里外。 以色马赫绿海速度飞行的反舰导弹的,052地区逐渐发射英机18反舰导弹,英机18反舰导弹,目前已经成为解放军海军052地区逐渐和093系列工,经合潜艇的标准配置。 详细不久的未来055区逐渐服役之后也会大量装备,英机18反舰导弹。 届时,配备了052地区逐渐和055区逐渐的解放军航母战斗群,即使无法用舰在基斯列敌军舰队的防空网,也能够用去逐渐上的英机18反舰导弹对数百公里外的敌军舰队实施攻击。 英机18反舰导弹未来是055区逐渐的标准,而解放军的093系列攻击和潜艇,更是能够在航母战斗群的指引下。 在隐蔽位置对敌军舰队发射,大量的英机18反舰导弹,配合舰在航空兵和舰队发射的反舰导弹,形成多波次多方向的爆核攻击。 最终彻底摧毁敌军的舰队,LRASM反舰导弹刚服役就宣告落后,反观大洋彼岸的美国海军,虽然已经成功研发了著名的LRASM隐身反舰导弹,虽然LRASM反舰导弹的射程也超过了500公里,但是LRASM导弹只能压音速对海飞行。 05-20逐舰和05-57逐舰上的红旗9B防空导弹和05-4A护卫舰上的红旗16防空导弹,都能够将其轻松拦截。 也就是说,无论是美军舰队的防空系统,还是美军舰队的反舰导弹系统,都陷入了刚服役就已经落后窘境,作者,戈奥尔基大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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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